使徒保罗以真诚的爱这样的呼召 引入了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样的劝勉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讲到了 这个真诚的爱 爱人不可虚假 而且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爱里面 不虚假就表现在恶要厌恶 善要情景 所以我们谈到了基督徒 不是不讲真理的爱 我们也谈到了中国教会传统当中 认为的那种爱 基本都是受儒家儒道的影响 在儒和道里面 其实没有真理的概念 道呢是儒呢 这个儒是道 特别是这个是 是是不强调真理 而且往往是这个 掩耳盗铃这种必是的这种概念 因为他不强调这个 你看到的并非是真的 你看到都是假的 你看到都是你 你意念当中形成的 所以强调无啊 所以这个逻辑里面是不可能有真理的 道 道家呢追求的根本不是真理 道家追求的是自己 天人和意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所以简单的说 顺应你自己的本性 照着你天人的本性 如何与自然 适应的时候 这样就所谓的追求成仙 所以道家里面呢 那当然道家里面 严格来说道家不是宗教啊 它是一个哲学的体系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中国基督徒呢 常常受到辱世道的观念的影响 因此进入到教会里面也是 结合了辱世道的观念和基督教的所谓的爱里面 所以说哎呀 不要这个分别善恶 所以就一帮 大家根本也不知道 对错的人就稀里糊涂在一块 看起来好像挺红河 实际上根本不是基督教的爱 基督教强调是真理 爱也是在真理的里面爱 真理本身就把暗和光明 黑暗分清楚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所以今天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 所谓那种爱 根本不是基督教的爱 辱世道的爱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 爱人不可虚假 善的就要清净 恶的就要证悟 爱证分明 基督徒不只是恨无罪恶 当然对那些肢体之间的体恤等等 包括社会上一些邪恶的事情 看见的时候 并不是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人都是罪人 所以你也别讲谁对谁错 大家都是罪人 其实就是辱世道士的基督徒 基督徒不关心社会公义的事情 不关心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们也不知道对错 也不关心 因为他更关心的是我自己的灵魂 那种托世的 寻回的 轮回的 所以他是救恩论 基本上是那种世家的那种 包括道家的那种概念 就是追求自己成仙就行了 别管什么人间对错 所以根本和上帝所命令的 所以基本上是那种 那种追求托世的那种概念 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基督教不是这样的 基督教不是培养糊涂徒 爱憎不分明 不清楚是非这样的 那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看到保罗又谈到了 这个说要爱弟兄要火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就在这种大的呼召之下 进入了具体的这个焦点 基督徒彼此之间关系上的指导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个类似的结构 都指示美德的开始 关于弟兄之爱 然后第二下半解是关于尊荣 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 以相互信彼此 然后在最后呢 就是以命令结束 那首先我们来看关于弟兄之爱 训免弟兄之爱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这个希腊 希腊语这个词 定词是Tep Pilaterpia 那这个关键词的字根 Pilo 实际上是强调这种家庭性的 关系的意味 也就是说 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 应该像弟兄亲人一样 兄弟 自己家的亲生兄弟那样的热忱 所以他以弟兄相爱的心来表达 基督徒之间爱的这个关系 彼此爱又能有这种产生这种亲情 就是亲戚之间相敬相爱的这个希腊 那我们当然应该以这种爱来对待神的儿女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理论的基础什么 根基什么 大家不相识的都各自的性别 民族可能也长 地区也不同 以前可能来这个教会之前 大家也不熟 也不认识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是一个目标 目标 就是你们要追求那种弟兄姐妹 直体相爱 像自己亲弟兄姐妹之间的爱 那么基础是什么 理论的基础是什么 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第一亚当的后裔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具有同源性 同源性或者是同一性 共同的生命的本源 不信的世界他们也强调 我们人类都是一家人 什么地球村 什么等等这样的 而且强调这种同源性 重要的就是亚当里的这个同源性 同一性 我们追溯到自己的祖先 最后追溯到这个挪亚一家八口 挪亚的儿女 挪亚再往上就追溯到亚当 上帝最初只造了一个人 从一个人里面就又造出他的妻子 然后夫妻结合生出来的所有其他的人类 所以严格来说在本源上是同一个源头 那上帝可以像中国神话当中的女娲造人 站着一潭水用树枝一甩 可以同时造出好多的人 摔在地上的那些泥再一破裂又形成更多 所以大家虽然是出一潭泥 但是同时出现的是不同个体 所以严格来说是不具有同源性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清楚 当然如果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 各个民族当中关于造人创世的这个传说 都有很多的相似性 那这种相似性可能学者们认为 就是可能因为是原初创造那个亚当的那个世纪 传来传去失真造成一些 具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这样的情况 我个人理解是 女娲造人可能不一定是事实 但是她可能是老越古代的人 越接近这个创世的这个故事嘛 所以他们只有口传 传来传去可能就传成这个女娲 而且说我们说夏娃女娲等等 这样的还有什么补天地啊 那样的传说 总之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是 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虽然从近近亲近的我们可能我们有自己的姓 我们有自己的父亲 我们有自己的爷爷 然后一个家族当中还有这个爷爷的兄弟们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就相比我们自己家的亲兄弟 我们这一代人和父母那一代人再往上爷爷那一代人可能距离越来越远 而且现代社会给人家庭和家庭之间造成更多的那种距离感 不像以前似的住在一个大院里嘛 几代人住在一起一起生活 这样的话亲族的那种意识越来越强 现在是越来越割裂嘛 那我们这样的割裂当中 连同性的人血缘比较近的人尚且都感受不到那种亲情 更何况追溯到亚当全人类跟我不同性的人 但是我们至少要认识到就是从人类的起源的角度 整个地球的人类无论是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 其实都一个本源都一个本源 也正因为这一个本源的缘故 在亚当的堕落上我们也同他一同堕落了 所以堕落后形成了这种割裂 最先的割裂不仅是亚当自己内心当中与自己的割裂 与神的割裂包括与他妻子也割裂了 两个人互相这个甩锅抱怨 最后甩到蛇的身上 造成了这种关系的割裂 人也越来越开始自私等等 那最后呢到了末后的亚当 基督他来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同一的这个救赎的作为 我们在基督里信一位主一个信仰 接受一个洗礼 然后信一位神 这是以父所书四章四到五节里面说的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灵 隐于一位圣灵 拥有同一个盼望 呼叫同一位父 马太福音六章九解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号主导温 所以我们看到亚当里面开始分散 在基督里透过基督救赎开始聚集 亚当里面堕落 所有的人类都在亚当里一同堕落 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割裂 甚至亲族之间越来越割裂 那以前我是看到我父母那一代人 那一代人呢兄弟姐妹很多 虽然这个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计划生育 然后生了很多 死了也不少 剩下的可能也有的大家族 剩男的四个女的三五个 一家就是叔叔姑姑们六七个 结果呢一开始是挺和睦 后来结婚一个是转折点结婚 另一个是分这个老人去世的时候 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 然后兄弟之间就开始 因为其实很小的事情 但是都是什么造成割裂 什么谁对谁多了 谁给谁多了 财产的问题啊等等 然后造成分裂 那个时候就目睹了分裂 然后我自己这一代呢 其实我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 那个年代计划生育前后的时候 其实孩子也很多 我家里面三个男孩 一个女孩啊 我家不是什么名门贵族 但是涉及到财产也不是很多 但是就因为父母病的时候 谁照顾多了 谁照顾少 谁出钱多了 平时都没有什么 就因为这样的事情 老一辈看到老一辈的那个割裂 然后我们这一辈 本来都是年轻人 现代人 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都是大学以上的教育嘛 然后大家都觉得可以处理好 没想到遇到这些事情 也发生了历史重复性的事情 人与人之间那种割裂 什么利益的问题 然后感情的问题 面子的问题等等 产生这种割裂啊 那基督来了 他就是要复原 用其他的名词叫复原啊 我们这个更正叫做复原教 不是说什么新教 新的意思 好像我们以前不存在新搞出来的 罗马天主教是旧教 是古老的正统的 我们是新搞出来 我们不是新教 我们是复原 恢复到原始的基督和使徒的教训上的 罗马天主教是 后期的罗马天主教是 走歪了路 偏离了正统的使徒教父的信仰 我们重新复原 所以标准来说是复原教 更正教 复原教 那基督来了也是做一个复原 恢复的工作 福音的结果就是要修复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亲自成为祭物 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然后上帝重新接纳我们 作为儿女 我们重新承受上帝的产业 我们自己也成为上帝的产业 不仅如此 福音带来的果效不只是垂直的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同时还有水平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个上帝让我们爱仇敌 原本分裂的 让我们去和睦 那这一点呢 按照社会性或者是按照我们本能呢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同样蒙受一个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一望 一父 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和地位就重新聚集在十字架面前 达成了这种合一的基础 合一的基础 那当然如果我们留意的话 第一代信徒包括使徒们之间其实矛盾也不少 教会就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 合一 已经合一 因为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了吗 联合于基督了吗 都成为一个身体了吗 都成为各自做肢体了吗 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 一个生命 一个圣灵 一个源头 一个救恩 一个盼望 这个是事实 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呢 无论是使徒吗 还是后期的教会 分裂的现象还是存在 注意 分裂的现象还是存在 比如说使徒们之间也是常常因为 这个坐在耶稣德国的时候 左面还是右面的问题 雅各的父母母亲 可能是跟耶稣的母亲关系比较好 托耶稣的母亲就跟耶稣说 你德国的时候好不好 让这两个你表兄弟 一个左面一个右边 这倒本来是无所谓的事情吗 偷偷摸摸邀请线也无所谓 问题是他们保密工作做得不好 别人的使徒们也听说了这个事 咋的找关系啊 他们都惦记着左右那个问题啊 结果两个带着亲属关系去找左右的话 别人也发怒 大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体会 他俩请求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别人生什么气 为什么 大家也想坐那个位置啊 所以里面都很多这个人性的东西 即便是初代跟随耶稣的人 他们之间也有这个肉体的欲望啊 惦记这个大小啊 然后之间有争论啊 包括当然这个事情 圣灵浇灌以后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当时他们的信心不足嘛 他们对耶稣的国的理解 以为就是一个将来像摩西带领那个王一样 真的有这个什么大臣左右那样的 耶稣的国不是这样的国啊 不是政治性的 所以他们认识上不足 后来被圣灵充满 他们的心就变了啊 然后在基督里合一 即便是合一了 后来我们也发现 教会里面也常常出现一些摩擦 甚至我们知道保罗和巴拿巴之间 因为马可的问题 巴拿巴是比较恩慈的 马可年轻嘛 失败了随会都有嘛 所以给他机会 保罗是比较刚烈的原则性 这个人第一次传道的时候 就这个背道背信弃义 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就撒腿就跑了 放下自己的职责 这个人不可靠 所以保罗是原理性的原则性的 就觉得这个人不行 然后两个人因为马可的事情 一个接纳一个说不行 结果造成分裂 分道扬镳了对不对 但是晚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说 把那个马可叫做约翰的马可带来 与我们有益 一开始是觉得没有益处 但是现在觉得有益了 说明保罗也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生命的增长 这个血气方刚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开始恩慈包容 开始体恤这个年轻的后辈了 所以就开始接纳他 表明自己会 虽然他没公开 我当年错了 我的确是做错了 但是他这样做 已经表明他认识上转变了 开始接纳这个马可 不但如此 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写的书信里面 大家如果了解的话 仔细品的话 其实很多书信都是处理教会矛盾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充满爱的 这个谈到基督论和救恩论非常卓越的以夫所书 里面说你们照着神的恩赐 劝你们将这个行事为人与蒙昭的恩相称 后面就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前面说到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 借着基督的血 意图得清净了 在基督里同归于伊朗 注意哈两伙人 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 然后后面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 已经赐下的 因为一喜一信一主一神 已经同意一位圣灵 同信一位基督 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为基督一个属灵的 真教后的肢体了 这个是事实 没有人能够撕裂基督身体 但是在现实当中 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有一些观念差异 习惯传统差异 所以犹太人觉得 基督徒就这么接纳他们 犹太人的意识是觉得自己得天独厚吗 我们是纯正的 亚巴兰的后裔 我们的祖先 你们来信耶稣 好像加入 先成为犹太教徒 才能成为真正基督徒 还是就那么成为基督徒 他们有这样的误解哈 所以外邦基督徒进来了 可以先让他们受割礼 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 是否要继续延续一些旧约的神给犹太人的一些礼仪和传统 守安息日的问题 隔离的问题等等 虽然祭祀的问题可能没有什么纠结 但是隔离的问题有纠结哈 所以同样这两伙人 两种文化圈 一种是外邦人 非犹太人 一种是犹太人 他们对宗教对信仰的理解 在意识上有差异 坐在同一个礼拜堂里面 你之间也有摩擦 所以保罗看着 我们都一主一信一神 强调基督的那个宇宙性的身体 万族都因一位基督联合成为一个身体 然后说你们要竭力努力 付上一切代价 去保守保持 已经赐给你们的合一 这个合一是神的作为 已经是在基督里 已经是借着圣灵成为合一的 但是现实当中 如何实际的去实践 活出这个合一呢 保罗是在做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中间不要分裂的意思 强调那个义 不仅如此 其实其他教会一样 哥林多教会一样 因为恩赐的问题 我属保罗 我属亚伯罗 我属彼得 我属基督 我属圣灵的 那个各自分派 这个从了亚当堕落之后 人类社会就一致在分裂 政治立场的政治观念 理念信仰上的差异等等 都会造成这种分裂 但是信了基督从灵的角度 从属灵的实质的角度 已经开始合一了 因为基督已经做成了合一 已经完成了 实际上建立了这个基督 但是如何实践活出这个合一呢 这个需要克服很多认识上的差异 包括这个个性上的差异 做事方法的差异 习俗观念的差异 所以要不断地在基督里认识上 渐渐更新 实践上也需要彼此饶恕和接纳 一开始呢 我读一幅所述 哇理想的教会 一看现实的教会 这个现实教会不堪入目 教会堕落了 后来随着自己做传道人久了 才稍微体会 其实幕会书信本身 它不是向着那个理想完美的教会说的 是当时教会也不成熟 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说到你们要彼此相爱 已经爱的人跟他们讲彼此相爱 就废话嘛 说明他们现在在实践爱心上有问题 所以才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然后讲到你们是肢体 同为一位救主等等 劝勉他们 所以当时的教会也存在这种 初代教会刚成立 没多久的 几十年也不过的这样的教会 甚至有的教会就四五年 以夫所教会 当时保罗写书信的时候 不是很悠久的教会 里面必然存在一些 这个信仰上初级阶段的人与人之间摩擦的问题 所以保罗让他们在这样地方教会里面 去努力学习彼此相爱 那罗马书也一样 罗马书其实我们反思也提到了 后面进入十四章里面的时候 就涉及到了有的人吃肉的问题 有的人吃菜的问题 然后吃保罗说吃菜的不要轻看那些吃肉的 不要轻看那些吃菜的 然后吃菜的也不要论断那些吃肉的 大家能体会到什么意思吗 吃肉的我有信心 看上帝一切都是上帝给的 你们这些吃出菜的信心太小 吃肉的瞧不起吃菜的 吃菜的心里良心就受不了 这帮人太败坏了 怎么敢吃肉呢 就论断那些吃肉的 所以你发现他们里面也藏着两种 关于吃的事情上领受就不同 然后结果造成这种分裂 保罗说你们要爱弟兄要彼此相爱 而且焦点在这里面说到是 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去爱 这个其实不容易 我们自己的闺蜜说不好听了 都按不上那种 当然有的情况 可能好朋友都比亲兄弟 那个亲的情况也有 对不对 我们说什么远亲不如近邻 血缘上是近 但是实际关系上 可能还不如什么闺蜜 或者是邻舍这种现实 但是我们要按正常 一般的情况来理解的话 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要像有血缘一样 像自己家亲兄弟一样 那样的去爱 保罗强调这一点 那这种亲兄弟的关系 就超越了血缘 而是在基督里面 新的我们都是 这种像亲人一样的这种关系 因为这是基督给我们换来的 大家都是隐移 同被一位基督救赎 都是被同一位圣灵 获得的新生 所以在属灵里面 我们是亲人 这一点可能我们 中国教会比较熟悉 甚至有的时候 到了现代的教会来思考的时候 有的时候过去这种观念 强化到一定程度 强调我们是弟兄姐妹的 这种事实的缘故 有的时候被现代人误解 因为以前的时候 90年代或者80年代的时候 这个爷爷也信耶稣 爸爸也信耶稣 自己也信耶稣 三代人在一个教会里 然后孙子就对这个爷爷说 这个某某弟兄 对他爸也讲某某弟兄 所以被外邦人 被不信耶稣的人骂 你们基督教人 儒教思想比较一样 没有伦理 这个没大没小 竟然这个把自己爷爷 把自己爸爸叫这个弟兄 称弟兄 别人就不理解吗 当然强调这个在属灵里面 我们说上帝只有儿子 没有孙子 这个能理解吗 上帝有儿子 都是儿子 没有孙子 耶稣活着的时候 在地上的时候 信耶稣的人 他们称上帝为父 我们今天已经2000年以后的人 我们也称为父 我们不是说代代相传 祖爷爷 然后上帝 对不对 都是父 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上帝所生的 基督所救赎的儿女 这个原理 我们在上帝面前 都是同等的神的儿女 但是在地上的伦理里面 家庭里面 我们称呼的是要注意 属灵上 我爷爷基督徒 我父母基督徒 我也基督徒 属灵上我们都是同盟的 在上帝面前都是孩子 但是在一般世俗的伦理里面 称呼的是要注意啊 虽然它是属灵的事实 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 都是姐妹 但是称呼的时候 避免外邦人的误会 避免不信的人误会 我们还是要注意 该称呼爷爷就爷爷 爸爸就爸爸 别整个那个 好像一切的辈都乱了 都变成同辈了 就是被别人误解 当然我举这个典型的例子 是强调的是 那么称呼的背后的原理是 信仰上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当然不是要抹除 这个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这个肉身的这样的伦理 保罗也说老板就是老板 工人就是工人 不因为他是弟兄 就轻看着做老板 反而更要诚诚实的服侍他 信了主了 好了 爸爸就变成弟兄了 哥们相称了 这个就乱伦了 这个自然的秩序 和属灵的秩序不要混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里面保罗他劝明我们 在教会里面 我们相爱的时候 要以怎样的姿态呢 就像兄弟一样 像亲族一样 按照我们的本性 这个不容易 我们个人弟兄姊妹之间 个人的关系又近又远 虽然同样一个教会 有的走近一点的 就亲一点的 互相分享内心的 互相分享 物质的 互相帮助的 有一些人稍微就远一点 可能不像我所近的人 那么可以敞开 可以无所顾及的 什么都彼此共享这情况 但是理想的是 要追求这种 彼此相爱 超越了什么利益 超越了这个种族 超越了血缘等等 追求这种 像亲兄弟之间相爱 那以前我也听过一个老人 这么教导 非常有道理 他说防止弟兄姐妹之间 犯这种性上的错误的时候 包括和不信的人 其中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 他是我的亲兄弟 那个姐妹 那个女孩 是我的姐姐或者妹妹 那个男人 是我的哥哥 或者是我弟弟 如果真的这样认识的话 很难犯这种 道德上的错误 大家品一品 的确是这样 你要真的把对方 当成自己亲族的话 虽然在罗马 希腊时代 那种 这个什么 罗马时代 那种什么 同性恋 乱伦的 迹象有 但是在中国和亚洲 基本上的文化 是不允许这样的 在本能上也是 没有人 就是什么 这个 跟自己的亲族 产生什么 暧昧的感情 除非一些 我们看到 一些电视里面 电影里面 一些禽兽的父亲 贪恋自己女儿的 后爹后妈 那个不好说 但是亲的话 一般的情况是 那种心理上 是很难愉悦的 对不对 除非是人 失去理性了 那种 像动物一样 失去理性 正常的话 这样 所以我引用 这个原理也说 那种弟兄姐妹 亲情那种意识 可以帮助我们 实践这种合一 所以保罗这么讲 也是有这个原因的 你们要把对方 当成自己的亲兄弟 亲姐妹一样 去爱 去亲热 这是一种意识上 带着这种意识上去看 去这么看的时候 这么认识的时候 这样的情感和行为 就开始往这方面 实践就容易了 他就是他 我就我们不认识 我们只不过出席 一个教会的话 这样冷冰冰的 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远了 但是想到 我们同用一味血 同饮一个杯 我们都是同门一个救赎 在上帝面前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属灵的灵包 的话 这样的话就不一样了 把对方当作自己的肢体 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哥哥妹妹 那样的话 这个感情或心理上 就马上就不一样了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一个新的超越生物性的 生理性的 那个血缘的关系 而是属灵的 我们在基督里 要把对方爱弟兄姐妹之间 就像亲族的弟兄姐妹之间 爱一样去爱 所以这里面说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当然这个翻译呢 比较异议的翻译 其实就是说 你们那个弟兄之爱呢 要彼此亲热 弟兄之爱 用的是那个 菲拉丁皮 就是强调那种亲情之爱 弟兄之爱 所以实际上 他是教导我们这些 教会的弟兄姊妹 要向弟兄之爱 彼此相爱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 我们谈到了保罗这个吩咐 吩咐背后的 福音性的根基 前面是同源 在亚当里同源 后面是在末后的亚当里 我们也是同源 所以保罗说 我们应该这样去爱 前面说爱要真诚 不能虚假 怎么能够实践这个真理呢 其中一个就是 把对方当作我自己的 像亲族一样那样去 彼此相爱 所以在地上的教会 来自各自不同 夫妻之间也一样 恋爱的人一样 夫妻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国籍 不同的文化背景 每个都是中国人 也是不同的家庭里面 他的父母的这个文化教育 生活习惯 不同的家庭里面 都会形成不同的 这种世界观和习惯 两个人虽然是因着爱 彼此吸引 或者是什么习性上 观念上有些类似 但是差异更多 差异更多 所以两个人一开始因着爱 这个结婚 婚嘛 去掉这个女子旁 结婚 迷迷糊糊的时候 然后后来发现两个人 哇 性格不合 感情不合 为什么结婚 因为爱的时候 就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光看着优点了 所以年轻的时候 结婚比较好 这个岁数越大了 社会经历越多了 越理性了 就越不容易婚 越不容易婚 就越不容易结婚 所以这是现象 所以那结婚的过程当中 既然发现差异了 怎么办 恩约上夫妻是成为一体了 而且也要 其实实际上也要像 爱自己的弟兄姐妹一样 彼此接纳这样的态度 去面对对方 去认识对方 理解对方 包容对方的短处 互相包容 互相接纳的时候 才能渐渐和谐 不然的话 总想改变对方 两个差异太大了 所以教会里面一样 我们基于什么样的现实呢 一个是基督救恩的现实 另一个现实是 大家在血缘上没有关系 我说的不是亚当那个血缘 和基督那个属灵的血缘 是在近的 这个姓氏上 家族那个血缘 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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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 我们之间不是一个亲人 而且各自的想法理念 可能差异很大 大家只是参加教会的话 这种差异没有 一块吃出去野油 一块汇个餐啥的 没什么问题 但是当大家一块在教会里面 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发现做法 想法 方式就不同了 所以往往是 基督徒只是参加教会 不会感觉到这种张力 越热心进入到事奉里面 和更多人配合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 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发现分歧了 所以教会里面 彼此肢体 我们之前说到的那种肢体 配搭的时候 一定会有摩擦 如何看待 这个就像夫妻一样 像朋友一样 就像兄弟姐妹之间也一样 需要磨合 为什么 我们现在不是在理想状态 我们也有自己的 这个错误的感情 错误的观念 我们也有自己的罪意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彼此之间 要想保持这种 实践这种 兄弟相爱 或者说合一的时候 一定要面临着 舍己 我自己要适当的 去放弃我的观点 去迁就对方 与对方 这个妥协 或者说合一 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 我自己是苦的 为什么 放弃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去超越自己 去尝试理解对方的时候 这个本身是个痛苦的过程 所以 实际上上帝的智慧 是把不同的人 放在一个教会里 彼此磨合 的过程 就是让我们成长 认识自己 认识对方 不断地超越自己的局限 然后这样 去保持和追求 更深层的合一 夫妻之间也一样 朋友之间一样 教会也一样 所以保罗载质里面 不是凭空 凭着理想主义 去谈什么 教会彼此相爱 是面对着 现在罗马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之间 诸多的差异 人 成圣过程当中 自己残留的 那个 败坏的本性 还有这个民族性的 宗教性的 文化性的差异 但是他就谈到了 前面谈到了 那么多 在基督里面的救恩 我们共同的基础 那么我们如何 把对方视为 自己的 这个像弟兄姐妹 像亲族一样 去爱对方 去操练 现在可能感觉不到那种 但是当我们去思想 这个真理的时候 渐渐地开始感受到 对方的确是我 属灵的弟兄姐妹 这样的去试着去思想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认识 跟上了 渐渐地实践的时候 也就不难了 所以虽然有的时候 又知道了 又实践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 需要的就是 知取神的恩典 上帝要给我恩典 靠着圣灵的帮助 去实践 所以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保罗在谈到 后面具体教会 纷争问题的时候 他先谈到一些基督徒 生活彼此关系的时候 一些原理原则 应该像兄弟之爱一样 彼此亲近相骄傲 这是第一方面 紧接着呢 他又谈到了第二 就是关于尊荣的问题 那此外 假使彼此之间 要保留那种善意 保罗必须加上一个原理 就是要彼此恭敬谦让 那这个 这句话说到 恭敬人要彼此 谦让的大意 是指什么呢 就是说通俗一点 就是说基督徒 应该彼此热切地打招呼 互相尊重他人 互相尊重 尊重他人 那关于确切的意思 在翻译 学者之间有复杂的这个争论 我们就省略了 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句话的意思是 保罗是在呼吁基督徒 在彼此尊重 尊重的这件事情上 要超越彼此 超越彼此 如果 例如 承认和称赞 彼此的成就 并彼此尊重 承认和称赞 彼此的成就 对方有所成就 认可 承认 然后彼此尊重 如果有人觉得被藐视 就是使人产生隔离之心 最有效的读书 一个基督徒 藐视另一个基督徒 就会产生这种分裂 我们看到新约里面 圣经里面 有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 罗马书里面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吃肉的人 看不起 吃蔬菜的人 觉得吃蔬菜的人 信心太小了 肉多么好啊 五花肉 放心吃嘛 祷告了 凡是感恩 祷告 一切都是洁净的 在洁净的人 都是洁净 在误会不信的人 都误会了 只吃蔬菜的人 信心能不咋咋 信心太小了 就轻视他们 然后信心 小的人觉得 应该吃蔬菜 当时有犹太背景嘛 吃肉的问题啊 我们今天是不纠结 吃肉的问题啊 又没有回民 对不对 然后吃肉 就觉得 吃肉人太那个 不符合 旧约律法当中的良心嘛 应该吃蔬菜才是 所以吃蔬菜呢 就心里面论断那些吃肉的人 太腐败 太堕落 太不敬钱了 太属适了 太世俗了 这两种人互相瞧不起啊 那如果我们往后看 雅各书里面 更 更令我们震惊的那种轻视 教会里有些过得好的 有钱有势的人嘛 什么北大的教授啊 什么三星公司的总裁啊 来教堂了 然后牧师就 老远的就从停车场 就一直这个接待他 然后上安排到那个 假如说那是最高级的位置 安排到那 然后来了另一个 这个从中国什么 偏远的农村来打工的 而且干在韩国的 干最最最那个人们觉得 最最辛苦 最这个不好的工作 比如说去这个农田里面 去浇粪啊等等 天天跟粪和生畜在一块 一身的那个汗味 粪味穿着破破衣服 牧师远远的看妆没看见 然后就然后来了啊 欢迎欢迎感谢主 然后门口那有个 有个地方在那一顿 能体会到什么气氛吧 雅各书里就谈到这 你们看到穿名牌衣服的 有钱人请上座 然后看到那些穿破烂衣服 没有地位的贫穷人 就那个凳子底下那 就在那一尾就行了 然后雅各就斥责他们 斥责他们 教会里面也有这种 世俗的势力眼的观念去看 当然我们中间没有这种情况 现实当中会有这种情况 教会越来越大 那些有钱的 有势力的人越容易 这是我们韩国也一样 中国也一样 那种唯物的那种 其实动物界里面 也有这种本性 动物的本性 那些羽毛丰满的 肌肉强壮的 那些往往受到 其他动物的尊从 越拥有更多的财富的 比如说我们看动物世界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有的时候看到人的影子 那个动物越强壮的 然后雌性的那个动物越喜欢 两个动物为了抢一个配偶 打打打 那个胜的 然后那个雌的就跟着 无论是狮子还是老虎 然后就跟着那个 强壮的 有势力的 动物界也这样 人的世界也常常 有动物性的这种 虽然人是有理性的 应该适当地控制 我们那些错误的感情和欲念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人的价值观 错误的时候 往往也活出动物性的那种 人分369等 有钱的人就受尊从 有势力的人就受尊从 开好车的就受人尊重 这种物质主义 按物质来判断人的尊规备 这个当然不符合上帝 创造的计划 不符合上帝的 给基督徒 给人类的伦理 这是人败坏之后 形成的一种错误的价值传统 按人的外貌 或者说地位 或者是财富 来看人 结果呢 这种世俗的观念呢 在教会里也有 其实这个也不需要讲圣经里面的 现实当中也有 虽然在我们教会当中 这种情况没有 那什么意思 我们之间要彼此尊重 无论是地位 学历 性别 年龄 甚至有的时候智商 智商高低也有差异 有的时候很辛苦 人与人之间 智商跟不上也很辛苦 但是也不能因为智商 工作难力 或者说对教会贡献大小 来分 人 高的 低的 是吧 作为牧师 其中一个最大的试探 就是这样 牧师搞着搞着 搞 搞着搞着就 变味了 这个心理上就变成了一种 像经营某种企业一样 事业一样 经营者的立场 当然喜欢那些聪明的 办事利索的 然后那样的肢体 哪个痛苦 能给牧师分担很多的工作吗 教会的事务 传道也热心 祷告也热心 服饰也热心 探访也热心 牧师做不了 都能做 牧师就这样的人多起来 当然高兴 对不对 牧师也有个试探 就是把这种人 放到这个90的那个位置上 有一些才干 好像贡献 奉献少的人 就在他的心目当中 可能地位比较低 这个是非常大的诱望 就是把人也物质化 把人也按社会地位 这个社会地位是指在 教会里面的正能量也好 工作能力 恩赐也好 贡献也好 当然一般的心理来说 当然期待这样 但是也留意这种 世俗观念的影响 一些平凡的肢体 甚至软弱的 教会对于教会来说 是有负担的 还得需要照顾它的 不是对教会这种企业 有贡献的 而是要累赘这个教会 这样的人往往被可能忽视 然后反而对那些 有贡献的人 可能稍微关心的更多 这种传道人也有这种试堂 我是站在传道人立场 跟大家摊底牌 而不是让大家 教会也讲 牧师也讲的完了 教会不能去了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教会在地上 它有它的现实性 属灵的现实有 但是自然的 大家都是这种 罪人不完全的这种组织的缘故 它也有它的现实的 要不断克服防范的一些问题 我刚信主的时候 因为社会上没有真诚 社会上没有真实 人都利益之间的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 我是70年代末出生 稍微懂点是80左右 对不对 那个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 大家都在拼命眼睛里面 只有钱的时候 那个时候社会越来越世俗化 物质化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越来越 这样的时候 虽然古代也有 但是反应的突出的时候 就觉得社会上人情淡薄 那教会都是弟兄姊妹 都是圣洁的地方 彼此相爱的地方 两个眼睛 水晶晶的 那个纯净的眼睛 然后就来到教会里面 特别好 结果做信徒的时候没事 传到人了以后 做义工了以后 进入到里面 发现哇同工之间 也有这样的那个攀比 有那个势力 特别伤心 这么腐败 就想离开挣扎挣扎 然后那个时候 我先认识我岳母的嘛 我吐槽的事情就跟她吐 因为我在那个师班嘛 我岳母是班长 然后有的时候 我们就走得近点 经常聊 就吐槽吐槽 她就安慰我 却没有一开始对教会 有一个错误的 完美主义的 理想的那个画像 结果一旦看到教会 竟然这样的时候 自己幼稚的心灵 那个挚幼的 淳朴的那个心灵 就受到伤害 就是其实教会 都是罪人嘛 跟其他组织也一样嘛 但是教会不同的是 因为真实的信仰 凝聚了一些罪人 他们在凝聚在一起的时候 彼此之间又摩擦 都在改造的过程当中 应该认识到这个事实才对 结果我是抱着那种 社会上都没有爱 教会里有爱 社会上都是失利 教会里肯定不讲究这个 但是忘了 这些人刚从社会上捞出来 还没抖炉干净 社会上的还有很多 直到死的时候 这个需要都要洗净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进入教会 发现被教会伤害 不是教会绊倒我 我们学要义的时候 有些是软弱的人 我们需要照顾 有些人是因为 自己错误的观念 自己把自己绊倒了 教会本来就这样嘛 仔细看圣经 其实都有嘛 但是我的那种 理想的那种教会的概念 一看现实都反差 我这种错误的理想的概念呢 套在现实的教会里面 就对教会失望 然后想离开 幸好那个时候 旁边有些人 劝我没离开 继续在那 然后经历了那个过程 后来就也接纳了 也开始等等 所以实际上 教会里面会有这种情况 那有这种情况 现实当中的确有 有学习好的 有学校好 名牌学校的 咱们这有什么严实的 有这个收尔神大的 咱们先不论什么 学校好坏 学习好的 学习不好的 有天天拿奖学金 全额奖学金的 还有将将够这个3.0的 这样的量的还有 对不对 然后有一些热心服侍的 有一些只是来礼拜的等等 那有些奉献多的 有一些这个 可能十天半了 十年半个月也不奉献 两千块钱的 这样的人也有嘛 那你怎么办 那个把牧师背后 这个小笔记都记下来 把看见那个成绩好的人 就多爱一点 成绩不好的 就大概大概 然后就那样 不是那样嘛 对不对 所以教会里面 要实践学习 去彼此尊敬 尊敬的基础是什么 刚才我们谈到前面 相爱的基础 是我们同源性 不只是亚当里 同样的人类 同一个祖先 还有就是 我们同样在基督里 成为肢体 成为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应该 以这种态度 去彼此相爱 那另一方面 彼此尊敬的原因是什么 刚才我们举了例子 那种错误的 把人本身的价值 额外赋予其他的 他的学位 他的地位 他的收入 他的贡献 来评价这个人 这个是不恰当的 那另一方面呢 圣经里教导 彼此谦卑 恭敬 对待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理 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神的形象 耶稣基督 为什么为我们 这样的人流血 他不就美国总统 当然美国总统 可能也是基督团 有一些人 那为什么不救那些脑袋精英的人 当然他也救 我们不知道 看不见而已 那为什么救了那么多优秀的人里面 包含着我们这些平凡人 上帝不以我们学历 出身 性别 身体健康状况 外貌 或者说社会的创造价值来看我们 而是以我们里面 他的形状况来看待我们 我们正因为是他所造的这个人 所以他就愿意付上那个生命的代价 神儿子的生命代价来赎卖我们 上帝爱我们 大家还记得那个基督教要义里面说了吗 我们照着我们的现实是我们是愤怒的对象 但是他却爱我们 爱是因为爱我们里面他自己的工作 他的形状况是放在我们里面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说不好听了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找到尊贵的那个价值 我们人为人这个本身就是极大的价值 为什么 人区别于动物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状况 人不可杀人的原因也是这个 人不可亵渎对方的名誉等等 其中原因就是这个 人的尊严是上帝所赋予的 所以当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应当把对方照着他本质性的存在的那个价值 去认识对方 不是按照他外在的延伸出来的价值 他对教会贡献多少 他奉献多少 他在社会上贡献多少 他社会地位多少 当然一个清洁工和一个市长 他对人类的贡献的影响力 肯定那个市长的影响力更大 对不对 他一个人可能产生的价值会对更全市人影响 清洁工可能顶多是某个街道的那个小的部分影响 个人的价值和影响力是有差异 但是人的尊严本身是没有差异的 清洁工我们也不能藐视他 无论是从社会的这个工作上 清洁工也不能没有 对不对 清洁工都不干了的话 那城市就整个垃圾城了 对不对 所以教会里面彼此恭敬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 我们都是同盟一位基督的血用了同样的分量的血买来的 上帝没有用这个200cc的血买 牧师而用了50cc就买各位 我不是说 耶稣的血真的是物质性的血买了我们 因为物质性的血也洗净我 血的重要的标志是生命 死 死解决了罪 不是那个物质的血洗净我们罪 这是象征的说法 所以在这里面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是同样尊贵的 神的行星样式 应该照着彼此的价值去看待 不是按照他外在的社会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 前面已经提到了 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也包括看别人看得合乎中道 正确的看待自己的时候 就不会过高的评价自己 不会过高评价自己 就不会骄傲 认识自己的长短处 自己的恩赐所在 什么事情我擅长 什么事情我短板 所以嘴认识到了自己 擅长说和吃或者呼吸 他就承认我不是脚 我不能走路 所以我依赖脚 用自己的嘴去服侍脚 然后去依赖脚 互相配搭肢体才健康 认识自己的价值 长处和短处 就容易也看到别人的 长处和短处 所以很重要的是 对别人的长处要肯定 不要忽视 我们人的本性是 喜欢高抬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不太愿意 别人的那个长处 或者是影响力超越我们头上 因此我们会产生一个反应什么 当别人的名声越大 这个影响力越大 我们试图去抹杀他 压制他 免得他夺了我的这个荣耀 和影响力 之所以这样压的原因是 我们不喜欢 不愿意归给我的掌声 归给别人 归给我的称赞和注目 归给别人 所以我的宇宙里面 我只希望所有的这个美光灯 都朝向我 而不是朝向别人 在教会里也有这种现象 很微妙的那种心理的反应 牧师如果对某个人关心多了 其他人就觉得 牧师是不是偏爱他呀 为什么不关心我呢 牧师是不是怎么这么的 牧师有的时候很难 有些时候为了工作 双眼后工作 侍奉的缘故 可能跟同工之间联系的更多 像耶稣是带着那三个人 就去经常独自的去做这个祷告 更私密的事情都跟那三个门徒讲 不跟那其他的九个人讲 对不对 有这样的 这样的关系 还有的是 弟兄姐妹之间 微妙的那个征静 同工之间 牧师爱他更多 不爱我 或者说牧师重视某个人了 他就气得不得了 拼命想把那个人拉下来 这种情况 以前我不知道 后来服饰久了 发现里面有很多微妙的 以前太纯嘛 虽然也是公司里面 也待了三年多四年多 公司那种同事之间互相竞争 那个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没想到教会里面 微妙的这种心理也有 有些人是不关心 咋咋地 教会的事不关心 我就来而已 无所谓 稍微想热心一点的 举个例子 手耳神大的 那这几个人 六个人 七个人中间 我要稍微对谁 关注一点 其他人 那有的人可能无所谓 反正我也不关心 关心的人会在意 不关心的人不在意 稍微有一点这样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很难 以前我跟大家也谈到了 有一种例子 有些人就像 那个一棵毒草 当然这个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我没有误解 像一个毒草 周边的其他生物都搞死了 只要它存在 周边的都死掉了 不允许别人在它旁边 成为它潜在的竞争对象 任何人兴起来 如果要超过它 都给摁下去 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给灭掉它 然后最后 就剩它一个人 牧师没有人可用了 这样的也有 恭敬人彼此谦让 什么意思 这个不是表面上的 感谢主 以前牧师的观念是 什么 称赞人的时候 荣耀就 在地上得到荣耀 天上就得不到了 所以牧师那个时候觉得 别人称赞 我也是个危险的事情 我也绝对不会让别人的荣耀 不积在天上 在地上 所以我也不称赞别人 然后看到别人彼此称赞的时候 这帮法利赛人 互相受人的荣耀 却不受 不受从神来的荣耀 就理解不了 为什么他们彼此 那个什么 教会有的时候 还给那个奖牌 更受不了 地上得了奖 天上得不着了 忘了这些经济 彼此恭敬 有的时候需要去 认可别人的辛苦 认可别人的成绩 去恭敬他 甚至称赞 鼓励 以前我是说不出来这样的话的 因为一说的时候 自己良心就受谴责 我这样是违背神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里面说到什么呢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这不是虚假的那种 你来吧 你来吧 是真诚的 这个也不是指 我自己的本分推给别人 本来我要担当的 你来吧 你来吧 甩锅 不是这样 是面对这种恭敬 是对对方的 对方的能力 对方的成绩 对方的贡献等等 对方的人格的认可 给他适当的 应当的尊重 无论他的成绩 无论是他 在神的面前 被神更多的使用 我们应该认可 我们应该认可 接纳 当一个人被神重用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 毁谤他 搞掉他 让他 塌下来 当别人得到更多的 称赞和荣耀的时候 我们应该真的为他 高兴 祝福他 能够克服这种 自私的 心理 是实践这个话 非常重要的 一方面 我们自己有个 谦逊的态度 另一方面 我们对待他人 要有适当的尊重和肯定 看自己合乎忠道 对自己有正确 恰当的认识 尊重和肯定 别人对他人的 正确的认识 相对对方 也是具有神的形象 样式存在 同盟基督保守所买的存在 在圣灵里 与基督联合 成为一体的肢体 需要彼此依赖 互相互补 方能共同成长的 这样的存在 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 我们应该将 对方应该有的尊重 归给他 与之相反的 就是成为贪图 虚名彼此争敬 互相嫉妒了 你们不可贪图 虚名彼此争敬和嫉妒 一开始我读了这个经文 不理解 后来仔细评 发现教会里面 的确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没有别的 教会里面有什么奖金 也没有什么奖牌 但是彼此之间 这种贪图 这种内心心理上的 或者面子上的 虚荣上的 会产生一些 隐藏的 争敬 或者是嫉妒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别人热心 侍奉 或者见不得 别人多得牧师的关爱 彼此之间 互相拆毁 而不是建立 没有彼此相爱的心 彼此轻视 批评论断 自认为 自己是特权群体 然后轻视他人 犹太人 亲世外巴人 罗马教会 吃肉的 看不起吃蔬菜的 然后雅各书 有钱的人 看不起贫穷人 这个都是 与这句话相反的 所以 比起前面 我们讲教义上的 保罗的书信里面 前面都讲福音 教义 后面讲实践 其实实践方面 比起解释 经文本身的意义 更多的是 谈到一些具体的实例 我们怎么样 在我们这个小群体里面 去实践 虽然有很多问题 我们不存在 但是我举一些负面的例子 会提醒我们 我们实践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项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节经文 然后结束今天的讲道 第十节 我们 第九节到十节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 预备 其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业务 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儿女 如此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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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